悟空死了 悟空真的死了 敌人仅仅是一招就夺走了悟空的生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庄庄 悟空来到另外一个时空 却发现12个破坏神都被人杀死了 还在大神关宫殿 撞见了大神宫的老婆 也就是天使之母凯西 凯西表示 是他杀了12个破坏神 还要废除天使的中立制度 悟空听到这个消息后 但愣在原地久久没有缓过来 凯西却对悟空很有兴趣 因为他坐13宇宙天使的时候 他的破坏神也是一名塞亚人 凯西眯起眼睛 仔细地打量着孙悟空 原来你不属于这个时空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愿意归顺于我 我可以集合地区宇宙所有的资源培养你 让你成为地区宇宙最强大的死亚人 悟空心里一惊 他没想到 凯西居然可以看透自己的身份 不得不说 他现在确实需要力量去打败邪恶悟空 凯西见悟空没有回答自己 也不着急 他脸上依旧挂着自信的笑容 因为没有一个死亚人能够拒绝强大的力量 然而下一秒 悟空却直接拒绝了他 悟空微微一笑 谢谢你的邀请 只不过我要告诉你 我是地球人孙悟空 我会靠自己的努力 去获取强大的力量 凯西心情错愕 他没想到 世界上还有能拒绝力量的死亚人 凯西很快恢复了笑容 他现在 对悟空越来越有兴趣了 他打定主意 一定要征服悟空 一旁的大神官 也看出了凯西对悟空的心思 他再也忍不住了 他怒斥威斯 赶紧把悟空送走 威斯刚刚准备行动 就被凯西打断 凯西面色阴阳的盯着大神官 我说了 从这一刻起 这里有我做主 面对父母的争斗 一众天使也不知道该帮谁 大神官低火出声 他告诫凯西 他现在这么做是在玩火 如果拳王知道 他杀死了12个破坏神 一定会消除他的 凯西听完就笑了起来 大神官 你是不是待在拳王身边久了 智商也跟着他走了 拳王一个小屁孩 他懂什么 况且我相信 在我的主持下 宇宙将会达到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 你应该担心你自己吧 如果拳王看到我的成就后 他一定会为你的无能而生气 到时候 说不定消失的就是你了 大神官面容猙獰 眉头身皱 凯西明明什么都不懂 可他偏偏还自理为师 还决定再次封印凯西 可是他刚刚出手 凯西的身影就消失在原地 大神官心里骤然一惊 他缓缓转过头 凯西在他身后 一脸得意的盯着他 我的大神官 应该不会有A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一点长进都没有 就敢来挑战你吧 大神官二话不说 再次冲向凯西 两人在空中缠绿在一起 凯西抓住奸细 猛然一袭击 拽在大神官肚子上 紧接着 凯西一拳重重砸在大神官后背 大神官的身躯 如流星一般砸入地下 但这还不算完 凯西手中聚气 无数的能量砸向大神官 场中顿时碎石飞剑 烟雾弥漫 凯西俯视着地面 好了别装了 这段攻击根本伤不到你 大神官望着凯西 眉头深皱 他不敢爆发出太大的能量 他害怕被拳王发现 他当即对着中天使下令 让他们合力制造一个防护罩 笼罩这个大神官宫殿 保证他们凯西的对战能量 不会外泄 凯西却在此时疯狂地笑了起来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大神官 这是我们的战斗 既然你要维持你的中立制度 你就应该独立解决这件事情 最后 他转头看向天使 还有你们 如果你们帮助了你们的父亲 那以后就给我闭嘴 不要再提你们的中立制度 如果你们要维持中立 你们最好就站在原地 好好看戏 此话一出 天使和大神官都顿时预测 不知该如何回答 就在这时 悟空站了出来 表示他不是天使 他不用追寻所谓的中立 本来他是不想跟女人打架的 上次跟凯西打了一架 凯西就成为了他的老婆 他这次跟凯西打架 希望凯西不要缠着他做他老婆 听到悟空的话 大神官怒不可遏地吼叫起来 让悟空闭嘴 不然他就消除他 悟空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 可他还是乖乖闭嘴 刚刚凯西跟大神官的战斗 让悟空体力的战斗欲望越发高涨 他忍不住想要出手了 凯西也见悟空想要挑战自己 踏不住的摇头 孙悟空 我本来还挺看好你的 没想到你也如此愚蠢 你现在只是一个凡人 连与我交手的资格都没有 悟空表示 他虽然是个凡人 可是他跟很多神众交过手了 他会竭尽全力打败凯西的 悟空的话 越发激起了凯西的征服欲 他表示 愿意给悟空一个机会 如果悟空能够打败他 他今天就离开这里 悟空听到这话 黑黑一笑 他知道 凯西的战力不在大神官之下 他不打算去试探凯西的实力 直接拿出自己的最强形态 他先是变身超级4RN4 然后将超4的能量收敛体内 他的外貌也随即变回常态 紧接着 悟空开启情绪自在极异 这是他在巴达克那领悟的形态 塞亚极异 也就是在4RN状态下 开启自在极异 将自己的力量和敏捷通通拉满 悟空静止冲向凯西 可是他的攻击 却无法击中凯西 悟空咬牙 狂吼一声 火力一拳开 一拳砸向凯西 凯西眼中闪过一抹光芒 悟空的拳头直接穿过凯西的身体 砸到地面 悟空这一拳 直接将大神官的星球打穿 见到这一幕 大神官心中一惊 这么大的动静 要是被拳王发现了 凯西一定会被消除的 凯西微微一笑 他手指凌困一点 大神官的权杖 不受控制的朝地面一点 时间立刻倒流 大神官宫殿又恢复如初 只是 这波时间倒流 只修复了大神官的星球 却没有恢复悟空的体力 悟空刚刚的权力一击 导致他消耗不小 他忽视忽视的喘着粗气 凯西看着悟空的样子 娇艳的笑了起来 他指出 悟空的力量 在凡人中已经算很不错了 可惜他的自在其一太弱了 就连普通天使都比不上 如果他想靠这种程度 就打败自己的话 那威免太小看他了 大神官站在远处 看着凯西的笑容 脸色越发难看起来 一旁的巴朵斯 看出父亲的异样 他小心地提醒大神官 他失态了 大神官当即压下怒气 脸色恢复正常 悟空这边 他将全身力量汇聚的右拳之上 一拳轰向凯西 拳中的破坏之力 宛中凶猛的野兽 吞向凯西 暴怨的气息 如风卷船一般扩散出去 大神官看到悟空这一拳 脸色顺变 悟空使用的明明是自在极异 自在极异讲究 内心平静 心无杂念 回归自我 可为什么悟空身上的气息 波动如此之大 还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气息 回到凯西这边 悟空的全力一击 被他单手卸下 悟空脸色惊变 当即想要闪躲 可凯西的手掌 或者核石 已经贴在他的脸上 瞬间 悟空的身子倒飞出去 他只觉得嘴里一甜 吐出大片鲜血 凯西没有继续进攻 还依旧微笑着看向悟空 这么多次的机会 希望悟空不要辜负 他的一片苦心 悟空亮强的从地上爬起 他死死的盯着凯西 他心里直呼 这个凯西真的是太强了 自己的最强状态 居然连他的一脚都触摸不到 悟空还想继续攻击 凯西面色一冷 他觉得悟空太不是好歹了 他决定给悟空一些教训 只见凯西身上 散发出一丝黑气 这黑气 仿佛有意识一般 不断朝悟空发出攻击 悟空依靠自在极异不断闪躲 凯西的攻击一瞬息而至 悟空立刻瞬移躲闪 悟空刚刚出现在空中 凯西的身影就出现在他面前 凯西双指在悟空额头轻轻一点 悟空当即被打落地面 凯西再次询问悟空 到底要不要跟他走 还是刚刚那句话 如果悟空跟他走 他会交给悟空真正的神之力 那不是天使的神之力 可以相提并论的 悟空慢慢抬起头 他表示 自己还能打 他是不可能认输的 凯西面色微怒 他对着悟空展开猛烈的攻击 无数的破坏能量轰向悟空 悟空在凯西的攻击下 只能不断地躲闪 并不停地寻找机会 试图反击 一轮攻势下来 悟空还是没能占到一丝便宜 凯西面无表情 隔空一击 速度快到悟空根本没看清 就只觉得身上一痛 身子被甩飞出去 重重地摔倒在地 凯西面对悟空的冥顽不灵 已经有点生气了 忽然他对着悟空开口 孙悟空 你有没有试过死亡的感觉 悟空一愣 他不知道凯西这个时候 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凯西凝视着悟空 眼中的杀意慢慢散发出去 孙悟空 我在给你最后一击的机会 要不 你就用这最后一击打败我 要不 这就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招了 悟空不再犹豫 手掌之中当即会聚起龟派气功 悟空目自欲裂 嘴里不断地喊着 不断地压缩着能量 大地颤抖碎石飞起 悟空将自身气息提升到极点 浩瀚奔腾的气息 从他的龟派气功中散发出去 大神关西神一颤 这种承诺的力量 恐怕可以直接毁掉他的星球 他当即召唤出防护罩 笼罩在自己的星球之上 下一秒 孙悟空的龟派气功静止发出 整个地面瞬间碎裂 凶猛无比的力量朝着凯西轰去 凯西嘴角轻响 大神关将到这一幕 当即大喊 要悟空闪开 可一切还是太晚了 凯西直接闪现到悟空身后 格宏对着悟空一掌挥出 悟空斩中的能量瞬间消散 他的眼眸消失 身上的生命气息也在快速消散 随即悟空身死一软 倒在地上 大神关看着这一切 他没想到 如今的凯西如此丧心命狂 对生命漠视到如此地步 凯西头也不回的队的大神关开口 如果你想为他报仇 那你就赶紧出手 如果你不敢出手 就离开大神关宫殿 有多远过多远 以后这里归我了 大神关诺识了凯西 默默地学问 难道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凯西嘴角愣笑 他表示 大神关这话说完了 大神关脸色微愣 问凯西什么意思 凯西表示 如果他当初能这么跟他说 他或许会考虑 可惜 他这话万说了几十亿年 大神关这次是真的怒了 自己当初苦口婆心地劝过他 是他自己非要一意孤行 如今 却又站在道德制高点谴责自己 既然说的没用 又何必再说 大神关嘶吼一声 手掌猛然抬起 他身上的气息不顾一切地爆发出来 一道光波对了凯西射去 凌一的气息瞬息而至 凯西脸色顿变 他嘴里也咆哮着 大神关这股力量 是真的要杀了他吗 凯西心神一颤 恐怖的力量直接冲散他的防御 一不可阻挡之势 轰在他的身上 凯西发出怒吼 那瞬间 他的怒吼和神行都隐没在 这股恐怖的能量之中 十二个宇宙都在大神关的能量下 狂颤不止 就连拳王宫殿都因为这股能量 晃动起来 正在玩耍的拳王 感知到这股能量 登机停下 他想知道 大神关宫殿到底发生了什么 能量消散 凯西的气息也消失了 大神关也因为用力过度 口吐鲜血 跪倒在地 那么 凯西是真的被杀死了吗 悟空还能复活吗 关注壮壮 下期更精彩